欢迎回来第一批礼不离 金融股还能不能存股 你是否想过金融股要买哪支呢 有没有股价被杀过头的金融股可以买呢 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主角金成盈 2022年的主轴升息价疫情 在2022年金控的EPS 除了第一金以外 或多或少都有减少 比如受险业的金控衰退38到93% 证券业跟票券业都衰退40到68% 但以银行获利为主轴的金控却好的很多 最多EPS衰退30几%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区别呢 因为升息有利于银行的业务 为主要获利来源的金融股 因存放款利差的提升 但不利于拥有过多债券的金控股 因升息会影响估值 进而压抑股价 金控股会有一部分的资金 去投资债券与股票 当债券股票投资评价损失 进而影响财富管理业务 造成获利下降 并且损失会有部分会提前列预期信用减损 导致EPS下降或负数 那是不是只有银行的银行股 就会比较好呢 大部分是的 比如台汽银 EPS成长90.91% 张银 EPS成长23.81% 台中银 EPS成长1.82% 远东银 EPS成长19% 但是不是所有的银行在2022年 因升息造成的存放款利差扩大 就能获利成长呢 也不尽然 毕竟一个行业会有相对获利高的 也会有翻船的 这次介绍的是金城银 金城银行前身为台南区中小企业银行 成立于民国37年11月1号 总部位于台南 为符合改制商业银行的规则 民国94年办理现金增资新台币36亿 民国95年3月20日 奉主管机关核准 并于95年的5月3号 更名为金城商业银行 目前金城银行已经有67个营业单位 并持续扩展其业务版图 金城银行配息方面 2023年配息1.1元 4月18的股价34.55元 殖利率3.18% 第一眼看起来不是适合买入的稳定配息股票 但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去看背后的原因 主要因为去年的营收不好 导致今年配息不好 金城银2023年税后获利减少6成 56.3亿减少到22.1亿 EPS从2021年的5.02元减少到1.98元 导致配息的减少到1.1元 而营收年增率为负的47.84% 主要原因有两个 3月提列俄罗斯债务 账面价值损失12.45亿 9月金融市场承压 使金融资产评价呈现负数 账面价值损失造成其他净亏损达15.45亿 拖累整体营运转亏 但买股票是要买未来还是买现在呢 是买被杀过头的股票还是追涨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我们可以看看过去金城银的历年的EPS跟金融的绩效 或许可以找到我们的答案 金城银连续11年配息 除了2016年配息0.49元跟2023年配息1.1元以外 接配发1.5元以上 过往除了2015、2018当年度未填息 其余接完成填息 EPS较低的年度都有当年度的原因 2022年加息俄罗斯债务暴雷 2018年华益股市的损失 2019年绿能债券被抵呆账 甚至于2015年的股灾 并且2016年的金城银行大楼倒塌 配息0.49元 但即使风波那么多 除了2016年殖利率2.08%以外 跟今年的殖利率3.19%以外 殖利率都在4.23到5.77%之间的水准 相对的稳定 税后净利方面也可以观察出来 以2019年、2018年采雷 2022年加息、2015年股灾 除了这四个年度以外 税后净利接在41.4亿到56.3亿之间 相对的稳定 2018年金城银因认列华益 全额债权损失和股票损失共21.4亿 2019年金城银因认列绿能债权 被抵战25.1亿 那连续两年采雷之后的股价表现呢? 2018年英华英爆雷之后 金城银的股价跌了23% 下跌8.4亿 但即使2019年也因为绿能爆雷 股价却从同年的28.85 上涨到33.5元 上涨4.65元 幅度16% 在2020年税后净利回到54.9亿 当年上涨5.3元 上涨幅度16% 回到了2017年当初的37.25元以上 那问题来了 去年2022年因升息与俄罗斯债务问题 下跌6.65元 下跌幅度19.6% 按照过去的经验来看 现在的金城银会是因爆雷 而被股价错杀的金融股吗? 我们可以从资产的状况来寻找蛛丝马迹 看看金城银是不是体质变不好 或者是获利变差了 在利息收入上 很大的重点是存放款利差 存放款利差的定义是 银行放款利率减掉存款利率 这是影响银行利息收入的关键因素 利差越大对银行的利息收入越有利 存放款利差跟央行的利息政策相关很大 如果升息就会提升利差 导致银行为主的获利变好 但反过来说如果降息 存放款利差也会相应的变小 导致银行利息收入变少 在银行获利里面最重要的存放款利差 可以看到金城银的存放款利差在1.99% 并且保持在1.85%以上 本国银行的存放款利差数据在1.23%到1.33%的上下 相对之下好很多 存放款利差是什么呢 比如A在银行存款100万1%的利率 B借款100万3%的利率 这当中的差额2% 2万就是银行的收入 这是银行本业的获利程度 那资产品质呢 会不会他很会赚钱 但其实公司的体质很差 可以从资本氏足利 预放比该账户概率来检查银行的体质是否不好 资本氏足利表示银行自有的资本 跟风险资产的比率 资本氏足利方面 2022年第三季虽然掉到3.25% 但金融法规规定 资本次数率只要达到10.5%就是合格 预放比率 世界款人超过一段时间 没正常缴纳本席的贩款 占总贩款比率 金成盈为0.02% 数字越低越好 0.02%已接近0% 呆账覆盖率是衡量银行承受呆账的能力 呆账是应收账款中有收不回来的账物 超过100%就是合格 数字越高越好 金成盈的呆账覆盖率为8748% 三项指标衡量之下 金成盈是体质优秀的银行 既然金成盈的体质良好 金成盈还会看ROA资产报酬率 ROA越高越好 代表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利润率 金成盈的ROA平均为1.84% 高于同业的平均 ROA是考量到负债的资产表现状况 金融业因负债比率比较高 所以ROA适合拿来衡量金融业的获利情况 在股价评估上 金融股可以使用本进比来衡量股价是否合理 目前本进比为0.91%低于1% 历史上低于0.87%的本进比都是相对的低点 目前0.91%不算低也不算高点 看完公司的体质 资本氏足率 预放比 呆账覆盖率良好 获利能力 ROA 净利差 ROE 高于平均的水平 股价面不算高 在2022年因加息跟二债暴雷之下 今年的殖利率只有3.19% 那问题来了 你会买吗 如果觉得影片不错 按赞订阅小铃铛 帮助我更好的制作影片吧 本影片所提供之投资建议及参考资料内容 不得作为任何交易之依据 使用者依建议或资料进行投资行为 所产生的风险与营快因自行负担责任 很久不见 感谢纸